...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時期生UNI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洛克佛納多的好夥伴 羅露恰斯凱特 羅露恰斯凱特是洛克人DASH裡登場的角色 他是一個非常活潑外向的女孩 對於料理和機械也有一定的天分 他跟主婦一起撿到還在強保中的洛克 並且帶回家撫養 所以洛克和羅路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像姐弟一樣般的親密 而後當兩個人長大之後 為了尋找羅路失蹤的父母 兩人決定成為尋包者 因為羅路對於機械非常有天分 所以飛行船富拉塔號的相關修繕整理工作 都是由他來負責 另外支援洛克的各種機械裝備 包含了洛克支援車、潛水船等等 都是經由他改裝而成 身為一個機械師 隨身攜帶一個板手在身上 非常的正常 也就是說 隨時可以裝一顆機械出來砸人 也是非常合理的行為 羅路的技能就是結合了這兩個特點 第一招可以丟出一個板手來攻擊敵人 第二招就是可以召喚出一個 自動援護設計的機械 對於玩家們在闖光的時候就非常的方便 另外這禮拜推出了新武器吉隆魔拋 大家有看出他的設計原型是什麼嗎 他就是出自於洛克人之眼裡面的BOSS 毛族水母、蘭格卡的外型設計而來的 經過比對是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呢 希望以上的解說 可以讓大家對這次的角色有更多的了解 以上就是這次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